叶晨咬咬牙将自己手掌割破 手心流淌出大量鲜血 也全部浇灌到祭坛上面 用来充实轮回书 在以前 飘渺神功就苦心打造轮回书 耗费无数心血 轮回书已经有了一片幻叶 此刻叶晨在接手打造 在他轮回书的滋养下 再加上大量宝藏资源的浇灌 打造的过程颇为顺利 很快 就见那一片轮回书幻叶 渐渐从虚幻的形态 沉淀成了真实 上面一个天字 也是金光大放 变得真实起来 只是一字 却宛如能微压时空 这表示着 轮回书的根基 已经初步铸造完成 哄 在轮回书根基 初步铸造完成的瞬间 叶晨浑身神光赤胜 气韵澎湃 从身体内部 发出轰隆隆的剧名 他的龙腾命星 烈日命星 黑夜命星 天火命星等等 迅速变得强大 还有十条轮回神脉 赤尘神脉 凌峰神脉 龙岩神脉 天逆神脉等等 全部也跟着蜕变强大 不断爆发神光 呜呜呜 十块轮回悬碑 尘碑 封碑 暗碑 天碑等等 全部从夜晨体内 绽放而出 如星辰般 环绕着他旋转 每一块悬碑 都爆发出 难以形容的灰红光芒 蜕变最大的 是天碑 天碑 十块轮回悬碑 最强的存在 此前曾一度被黑暗沾染 无阻甚至对夜晨的未来 产生了动摇 说等天碑 被黑暗彻底污染的时候 就是夜晨的死期 但现在 轮回书筑击完成 夜晨的气韵 迅猛狂暴飙升 所有与轮回相关的东西 全部逆天蜕变 天碑上的黑暗 也是跟着迅速溃散 整块天碑 再也没有了一丝黑暗 显现出了古朴 冷峻 森严 磅礴的威势 整块天碑 宛若一座巍峨的巨山 岁月的痕迹 在上面刻下了深深的纹路 彰显着岁月的沧桑与厚重 在天碑的中央 夜晨看到了一点璀璨金芒 那一点璀璨金芒 是天地的光芒 带有浩瀚的威能 华彩赤胜 准确来说 是天地命星的光芒 轮回七星的最强一星 传说中的天地命星 其实是从天碑里孕育出来的 想觉醒天地命星的话 需要完全融合天碑的能量 以夜晨目前的修为 当然还无法完全融合天碑 但他看到天碑之中 显现出了天地命星的光芒 内心也是十分激动与欣喜 这代表着天碑不再被黑暗污染 完全的纯净 光明 神圣 灰弘 假以时日 等夜晨彻底融合天碑 他就可以点亮天地命星 很好 我轮回书筑基 气韵暴涨 天碑不在黑暗 这天碑 可以成为我的一道底牌 夜晨心中喜悦 轮回书筑基完成 带给他的蜕变 是无比巨大的 他的修为 也是再一次提升 突破到了神道径七层天的巅峰 甚至 距离八层天 也是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了 种种蜕变气象 在小猩猩的演示下 并没有暴露出去 小猩猩看到夜晨的蜕变 喜道 哥哥 恭喜突破 顿了顿 小猩猩目光望向祭坛上 悬浮的轮回书筑液 那片轮回书筑液 现在已经是真实的存在了 不再虚幻 只不过 这片书筑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的八字真地 只有一个天字 距离八字圆满的境界 还差得远了 而且 刚刚铸鸡的轮回书 还是十分脆弱的 一旦有什么碰撞 根基很可能就要崩溃 不过 哥哥 轮回书刚刚铸鸡 还脆弱得很 需要呵护 我打算留下来 帮你镇守轮回书 你去外面带多点资源来 现在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 只够打造一个天字 第二个字都造不出来 我们需要把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的八字真地 全部圆满打造出来 轮回书的总纲 才算真正铸造完成 小猩猩道 现在轮回书的总纲 算是打造完成了八分之一 后面还需要大量资源贯注 小猩猩 你要留下 夜沉颇为意外 又上下打亮小猩猩眼 移了一声 你好像长大了一些 此前的小猩猩 看起来像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现在身体长大了些许 看起来像是十岁的样子 五官也稍稍长开了一些 变得更漂亮精致了 小猩猩笑道 是啊 哥哥 你掌控星空道书 我是星空道书的气灵 跟你性命相连 你蜕变了 我自然也跟着长大了一些 夜沉问 你要留下阵守轮回书 小猩猩道 是啊 不然没人看守 出了意外可怎么办 你去外面收集多点资源 然后把东西献计给星空道书 我可以收到 夜沉皱了皱眉 道 那我要带走星空道书 你不会出事吧 小猩猩笑道 放心 哥哥 就算没有星空道书 我也可以保持秩序不灭 而且 轮回书就在这里 我可以获得轮回书的庇护 第10621章 你去到外面后 如果需要借用轮回书的力量 记得提前沟通我一声 我可以帮你演示 不然的话 这里的天机暴露 非常危险 现在轮回书完成助击 在小猩猩的演示下 天机因果丝毫不屑 外界人并不知晓 如果外面的人 古星门 天虚神殿 红军阵营等等 知道夜沉在打造轮回书 他们恐怕会陷入疯狂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阻止与破坏 夜沉点头道 我知道了 他双手捧着星空道书 又问 都在什么地方 小猩猩沉引一下 他是星空道书的气灵 当然知道其他书业的下落 但他似乎有什么顾虑 道 嗯 哥哥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其他的星空书业 背后都牵连着天大的不祥 没那么容易 拿到的 等你以后修为强大了些 我再告诉你也不迟 夜沉默然 不过仔细想想 无无时空这么多强大的势力 他们都没能拿到星空道书 就知道星空道书的可怕了 的确不容易得到 好吧 那等以后再说 夜沉没有再追问下去 这次黄图星之旅 他得到的收获 已经让他无比满意 小猩猩指着夜沉手里的星空道书 道 哥哥 你出去之后 除了收集打造轮回书的资源外 还得想办法 化解星空道书的黑暗 不然那黑暗堕落的气息 要是侵蚀星空的话 那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星空堕落 我可能也要死 夜沉心中一领 看着手中的星空书液 书液的边缘上 缭绕了一缕缕黑暗物碍 那是星空道书所沾染的黑暗堕落气息 和夜沉以前手臂的黑暗 气息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些黑暗 要如何化解 用九天灵水吗 夜沉皱眉问 想到了九天灵水 小猩猩道 不行的 九天灵水对人有用 但对星空道书来说 那东西没什么作用 想化解星空道书黑暗的话 需要用大魄力 大锋芒斩断 我推算到神舟天剑即将出世 虽说是锄剑 并非巅峰形态 但一把锄剑也足够了 小猩猩颇有些稚嫩的小手 轻轻挥动 星光释放 在夜沉面前汇聚成一幅画面 画面之中是一片连绵的山脉 紫色雷霆炸裂闪耀 竟然是苍雷山 霸刀苍雷的领地 苍雷山 夜沉看到眼前的画面 有些惊奇 小猩猩道 嗯 神舟天剑的锄剑即将在这里出世 哥哥 你可以去看看 要是能拿到神舟天剑 就可以斩破星空道书的黑暗 夜沉目光微亮 凝视着眼前的画面 从这幅画面里 他所捕捉到的 不只是苍雷山的气息 还有一个熟人的气息 任天女 天女在苍雷山上铸剑 煞事之间 夜沉洞察到英国 此前在九天神藏谷 天女说想铸造神舟天剑 夜沉就分给他一些矿物资源 那神舟天剑 是道宗刀剑二世之中 剑子仙臣一直梦寐以求 想要铸造的超品天剑 天女曾被剑子仙臣操控 在后者手下 他也是窥视到了神舟天剑的铸造图纸 要打造巅峰形态的神舟天剑 非常艰难 天女并不奢望 他想要打造的是锄剑 只是夜沉没有想到 天女会在苍雷山上铸剑 小星星清澈地眼眸闪动 洞察天机 大概窥见了夜沉和天女的过去 不由地露出一抹笑容 道 哥哥 原来你认识那锄剑者 那好得很 你去问他借剑 就可以斩破星空倒树的黑暗 神舟天剑的造化概念 最初出自星空彼岸 是某个大势力创造的 那个大势力 他们面对星空的黑暗崩塌 有些不甘心 他们想打造出一艘剑行的方舟 不只是拿来逃命 还有斩破黑暗的大决心 星空之上的方舟 都是想着逃命 只有那个大势力 有斩破黑暗的决心 当然最后的结局嘛 说到这里 小星星摇了摇头 显然那个构想出神舟天剑的大势力 结局不容乐观 夜沉道 那现在 你是想让我问天女借剑 小星星道 是的 只有他的神舟天剑 方可迅速斩断星空到书上的黑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你不只是借剑 还要将那把剑直接抢过来 夜沉道 抢 小星星道 是啊 要是能抢到神舟天剑 拿来当铸造轮回书的材料 可以大大增进铸造的进步 嗯 不过 要是想从那位天女姐姐手里抢剑 恐怕也有点麻烦 你最好跟她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什么东西换过来 夜沉想了想 道 我尽量 不过那神舟天剑 她怕是 不会轻易送给我的 小星星无奈道 那先想办法借剑也可以 第10622章 足够 夜沉嗚了一声 道 小星星 那我走了 小星星灿然一笑 拉了拉夜沉的手 道 嗯 好 哥哥 我等你回来 夜沉玩耳一笑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而后有些不舍地转身离开了 出了地底废墟 夜沉飞出黄图星 在彻底脱离黄图星的气息范围后 她才祭出天光逐日剑 踏上剑船 但并不是直接去苍雷山 而是返回上黄天宫 她在黄图星之中 经历诸多 打算回上黄天宫修整一下 轮回墓地之中 鬼道祖师说道 牧主 你的修为 已经到了神道境七层天巅峰 可以去我的领地了 还有 你执掌星空道书 道星有大星空庇护 要控制我的法宝吞魂鬼珠 那也会简单许多 鬼道祖师的后人 对夜沉多有误会 认为鬼道祖师的死 是夜沉不肯穿越时空 修改时间线导致 这个误会太大了 必须要夜沉亲自出面 前往虚空鬼界 才有兵士化解的可能 前面夜沉修为还不够 贸然去虚空鬼界的话 很可能出事 但现在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 可以去虚空鬼界闯荡 鬼道祖师最强大的法宝 吞魂鬼珠 就在虚空鬼界之中 那法宝是顶级的神器 拥有无比恐怖的吞噬之力 甚至是可以吞噬恶泉之水的存在 如果能完全掌控吞魂鬼珠的话 夜沉就可以化解荒天帝 大慈树黄等人体内的恶泉之水 除了吞魂鬼珠外 阎天帝的头颅 也在虚空鬼界之中 要是能拿到阎天帝的头颅 夜沉所执掌的阎天帝道统 就可以达到圆满 而且天火命星的威力 也能跟着进一步提升 如此种种 也是让夜沉对那虚空鬼界 也是充满期待 嗯 前辈 等我解决之事 就马上去你的领殿 夜沉道 不消多时 夜沉回到上皇天宫 人非凡和佛祖等 见夜沉回来了 纷纷出来迎接 如今的上皇天宫 势力比以往又壮大了许多 挂天帝和前双月 早已经搬来上皇天宫 还有青蓝遗迹世界里人 青蓝祖教苍云老祖 肃黎央 圣天帝墨九哥 扶摩生谷蔡昭荣妇女 圣术之门 破败神殿诸人 还有穆清英等等 全部搬迁来到了上皇天宫 以前夜沉受星空近过黑暗缠绕 青蓝遗迹里的人 对他未来看不清 所以不敢轻易投靠 但现在夜沉的黑暗 已经完全解除 气势大盛 未来一片光明 众人自然过来投靠 此刻夜沉归来 星空道书的浩瀚气息 辉煌彰显 众人皆是惊喜 夜沉执掌一页星空道书 气势更是磅礴 就算面对主宰了 天罪古剑的周五皇 也是丝毫不弱了 在与众人叙旧过后 夜沉与人非凡 佛祖单独相见 阿弥陀佛 轮回之主 你竟执掌了星空道书 真是不可思议 这星空的奥秘 到底是如何 我参言许久 可惜一直琢磨不透 佛祖目光灼灼地看着夜沉 此刻的夜沉 简直已经不像是一个人了 阴阴已经超脱了人的概念 他仿佛就是星空本身 任何人看到夜沉 都会被他身上那股浩瀚 深邃 苍凉 雄豪壮阔的气息所震动 仰望星空 佛祖都想跪拜下去了 太不可思议 夜沉微微一笑 又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道 哎 佛祖 道可道 非常道 个人有个人的原法 这星空的奥秘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我也不知怎么说 佛祖沉默 玄机也是无奈地道 我知道 罢了 看来还是我佛心修为不够 还得再仔细钻研才行 人非凡上下打量着夜沉 道 轮回书筑击完成了 他能清楚感受到 夜沉整个人 已经脱胎换骨 最开始出发去黄图星的夜沉 修为只是神道经六层天 但现在已经突破到了七层天的巅峰 不管是修为境界 道心气息 法则大气象 还有气韵的后搏 夜沉都堪称逆天蜕变 出发前的夜沉 被周五皇所压制 但现在 即便与周五皇相比 夜沉也是丝毫不弱了 嗯 还算顺利 夜沉微微一笑 将自己在黄图星的经历 简单说了一遍 在人非凡和佛祖的掩护下 他自然不用担心 天机会泄露出去 人非凡和佛祖 听到夜沉执掌星空道书 与气灵小猩猩结缘 又窥见天道奥秘 击杀魂天地化身 最后在废墟中筑击 皆是心惊不已 原来星空道书竟诞生出了气灵 你得到气灵相助 难怪蜕变如此巨大 人非凡一阵赞叹 没想到夜沉其欲这么大 佛祖轻轻皱眉 喃喃道 原来至高的天道 竟有本相 是一颗蓝色的魔方 真是不可思议 他陷入沉思之中 恍惚不定 夜沉道 任前辈 佛祖 以我如今的实力 足以对抗周五皇了 第10623章 大人物 但 也只是对抗 想要压制战胜的话 绝非一事 我还需要继续历练 周五皇融合了天罪古剑 而且又激发了 曾经身为天地的潜力 实在太强大了 虽说夜沉这次黄图星之行 收获蜕变巨大 但他并没有自满 因为他知道 靠目前的实力 还不足以击杀周五皇 要是能斩破星空道书的黑暗 再去虚空鬼剑 拿到炎天地头颅 和吞魂鬼诛 那夜沉才真正有可能 震杀周五皇 不过能不能在星空争霸赛夺冠 还是未知之术 因为他的敌手 除了周五皇外 还有几道魔尊魔妃天 还有大主宰曾说过的 真理会里的天才 总之 现在夜沉还没到松懈的时候 他必须继续进步 在上皇天宫休整数日后 夜沉便准备出发去苍雷山 他提前向霸刀 苍雷发了拜帖 说自己会去拜访 要跟天女商量点事情 在准备完毕后 夜沉便出发前往苍雷山 很快 夜沉靠近苍雷山的领地 一股无形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山脚下的空气凝重而沉静 仿佛整个山脉 都沐浴在神圣的光芒之中 夜沉抬头望去 只见苍雷山微额耸立 云雾缭绕其间 一条条紫色雷霆跳动着 轮回之主 你来了 却见一个轻衣女婢 笑意盈盈地走了出来 迎接夜沉的到来 夜沉待了一待 这个轻衣女婢 居然是伟兽 三尾风尖梦 此刻的风尖梦 看起来已经跟常人差不多了 没有了伟兽高傲的气息 夜沉曾将三尾风尖梦 交托给霸刀苍雷照顾 看她的模样 显然已经适应了如今的生活 看起来甚至成了 苍雷山上的婢女 风尖梦姑娘 是你 夜沉思绪有些复杂 没想到昔日高高在上的伟兽 如今变得这么普通了 嗯 是我 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 风尖梦拿出一颗小小的珠子 递给夜沉 这是 夜沉接过珠子 只见珠子上阴暗雾矮环绕 不祥气息凝炼 内里散发出一股极为凶利的能量波动 竟是伟兽的能量波动 风尖梦笑道 这是我体内的伟兽能量 我在苍为老祖的帮助下 已经将所有伟兽能量 全部抽离出来 夜沉吃了一惊 道 那你 风尖梦笑道 我妈 就当的普通人好了 外界的争斗 我已经厌倦 以后我就是苍为山上的婢女 夜沉顿时沉默 思绪万千 曾经的三尾风尖梦 成了一个普通人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不过 外界纷争千千万 混乱不堪 他能有一个平稳安宁的结局 也是好事 恭喜你了 风尖梦姑娘 有个安稳生活 也是好事 夜沉笑着摇摇头 颇有些感慨 默默将风尖梦的尾兽珠子收起 丢给血龙去吞噬炼花 老祖在等你 进去吧 风尖梦笑道 夜沉恩了一声 跟着风尖梦 踏入苍雷山之中 苍雷山的山门大殿上 霸刀苍雷早就设好了宴席 见到夜沉来了 立即起身拱拱手 爽朗笑道 轮回之主 别来无恙 你修为又精进了 可喜可贺呀 夜沉连忙拱手还礼 苍雷前辈 别来无恙 你身子安好 霸刀苍雷目光闪亮 上下打量夜沉 表情变得有些悠然 一声长叹 道 你继承了我师父的道筒 他老人家将九半金莲传给你 看来是不打算复活了 他已经清楚看出 九半金莲之中 夜沉吞吃了三半 算是彻底继承了青莲道祖的道筒 而青莲道祖 担心将道筒心血传出 显然是没打算再复活了 夜沉默然 而后边郑重说道 苍雷前辈请放心 我一定会将青莲道祖的道筒 发扬光大 霸刀苍雷点点头道 嗯 我相信你的实力 将来成就一定能超越我师父 夜沉道 不敢 顿了顿 不知天女在哪里 他能感受到 天女就在苍雷山上 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见天女 看看能不能见到神舟天剑 霸刀苍雷呵呵笑道 人天女吗 他想铸剑 但又怕被剑子仙尘发现报复 所以来到我的领地 寻求我的庇护 我也想看看 那神舟天剑 铸造出来是何等模样 不过 这把剑 显然不是那么容易铸造的 天女如今还在闭关 我估计得至少半个月后 他方才能出关 夜沉眉头一皱 道 要半个月这么久吗 霸刀苍雷道 是啊 这还是保守估计了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就在我这里等等 过几天有真理会的大人物过来 我也给你引荐一下 夜沉心中一领 道 真理会的大人物 霸刀苍雷笑道 是的 星空争霸赛就快开始了 最终奖励就是星空神山 那可是真理会的地盘啊 把别人的地盘当奖励 那这次星空争霸赛 真理会自然也是占据极重要的位置 第10624章 杀意 真理会有个天才叫宋天柱 他看你很不爽 我想 他对你可能有点误会 你在这里刚好 我帮你们调停一下 免得伤了和谐 夜沉眉头青醋 大主宰之前就说过 真理会里面有人看他不爽 他也想看看到底是谁 是不是有误会什么的 现在霸刀苍雷说会出面调停 也正合夜沉之意 他便点了点头 当下 夜沉就在苍雷山上住下 在等了三四天后 真理会的人还没来 霸刀苍雷有些奇怪 因为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 对方还没来 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 夜沉等候着 这三四天时间 他去天女的闭关之地看了看 天女在一处峡谷内闭关住见 夜沉站在峡谷入口 能看到峡谷之中 炽烈火焰冲天 热浪滚滚 有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传出 又有阵阵雷霆闪电 阵阵黑暗鬼气弥漫呼啸 震动人心 这里怎么会有鬼气 夜沉很奇怪 峡谷中有鬼气传出 而且气息相当凶猛 天女驻见 又怎么会有鬼气散发 实在是奇怪 夜沉心里暗暗低估 看来只能等天女出关 才能知道真相了 他在苍雷山上 又等了三天 终于 真理会的人到了 只见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降临到苍雷山的山门上 这一男一女 女的是个中年美妇人 身材婀娜 风韵犹存 穿着一套修身的青色裙袍 但裙袍上 有不少破损的痕迹 从那破损的痕迹里 有胃甘的鲜血痕迹 她的脸蓉 也是带着点颓膛与经济 仿佛刚经历了什么大战 旁边的男子 生得风神俊朗 十分年轻 但脸蓉铁青 似乎也是十分的不愉快 摇护法 怎么回事 霸刀苍雷带着夜沉走上来 看到两人的模样 顿时脸色一沉 问 那美妇人道 苍雷老祖 抱歉 耽搁了几天 她深吸一口气 胸脯起伏 稍稍调整呼吸与思绪 我在路上看到死神教团 有大气象 靠近一看 竟是那几道 魔尊魔飞天 想要练化天魔星海 将天魔星海 化作自身的战袍 我知道 一旦被这个魔飞天 练化成功 天魔星海 成了他的战袍 那后果不堪设想 便想极力阻止 但可惜 在死神教团的地盘上 我终究敌不过 诸多黑暗强者 最后狼狈逃顿 只怕那天魔星海 终究是要被魔飞天指掌了 听到美妇人的话 霸刀苍蕾和夜晨相视一眼 皆是心惊 即到魔尊魔飞天 从星空之上降临 如今成了死神教团的 实际主宰 此事天机已经扩散 乌乌时空人静皆知 人人都知道 魔飞天身份特殊 但因为受天地法则的限制 一般情况下 魔飞天的修为 不会超过天原静 所以 就算他是星空之上的大人物 暂时也不会扰乱 乌乌时空的局势与秩序 但如果 他掌控天魔星海 那就不同了 天魔星海是魔道之高神器 要是魔飞天掌控了 他可以大大突破 天地法则的限制 实力很可能要狂飙突进 对乌乌时空如今的秩序 产生难以言喻的改变 夜晨脸色十分难看 要是魔飞天掌控了天魔星海 那等星空争霸赛开始 他要面对的超级强敌 就不只是周五皇了 霸刀苍雷道 若真如此 那乌乌时空 恐怕要变天了 那美妇人道 若是魔飞天逆天崛起 恐怕黑暗要淹没诸天 我向原天帝大人祈祷 祈求他指点迷惊 但可惜得不到回应 霸刀苍雷沉音道 估计原天帝至尊 另有谋划盘算 我听大主宰说 等星空争霸赛开始 原天帝至尊会降临 摇护法 牵涉到极道魔尊 因果巨大 咱们做不了主 还是等大主宰和原天帝安排 那美妇人心下烧定 是 正当如此 霸刀苍雷定了定神 向叶晨介绍道 轮回之主 我给你介绍 这位是姚秋林摇护法 指了指那美妇人 又指了指他旁边的年轻男子 这位是真理会的 十大真传弟子之一 宋天柱 叶晨拱手道 幸会 那美妇人姚秋林脸任行礼 道 久闻轮回之主大名 原天帝大人闭关前 也时常提及你的名字 今日得见真荣 不胜荣幸 那年轻男子宋天柱 嘴角勾了一道弧度 道 我也听闻轮回之主 神威无敌 心中仰慕得很 不如咱们今天来切磋几招 话音落下 宋天柱骤然出手 右手食指中指并拢 猛然戳出 如刀似箭 带着极大的威势 戳向叶晨眉心 竟是一见面救下死守 叶晨吃了一惊 没想到宋天柱会直接动手 宋天柱的修为气息 表面上是天元境巅峰 但实际上 气息非常沉练厚重 已经有了突破到九顶境上位神的资格 但不知什么原因 他似乎在压制着自己的修为 迟迟没有突破 第10625章 妄恩负义 但即便如此 宋天柱带给叶晨的压力 也是巨大的 不过 叶晨在黄图星之行后 蜕变巨大 面对宋天柱的强势攻击 他临危不惧 右手不着痕迹地推出 暗暗开启天逆神脉 一股柔和的刚风 反推向宋天柱 天逆神脉 源自天碑 有一笔之道 环师笔身的奥秘 四两波千斤 可以将敌人的攻势 逆转倒戈 攻向敌人自己 宋天柱一直猛戳向叶晨 本想打叶晨一个措手不及 但叶晨天逆神脉刚风反推 宋天柱这一指 竟不受控制 反戳向他自己的眼睛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得宋天柱大害 无比狼狈地后退三步 再伸出左手 按住自己的右手 才指住手指自戳的攻势 看到这一幕 霸刀苍蕾和姚丘灵皆是震惊 没想到叶晨招法如此精妙 以笔之道 环师笔身 这四两波千斤的技巧 让他们两人多无比佩服 姚丘灵瞪了宋天柱一眼 赫道 天柱 不得无礼 你怎么敢冒犯轮回之主 宋天柱脸容胀红 成了朱干涩 不 灵依 我只是想讨教一下轮回之主的高招 刚才那一招不算 我要再跟他打过 说吧 宋天柱就想再出手 但被姚丘灵拦手阻止 赫道 你丢脸还没丢够 宋天柱咬咬牙道 灵依 你怎么帮着外人 这小子只是神通变化多了些 但论修为 他怎么能与我相比 他能活到今天 完全是因为有 原天帝大人的祝福庇护 没有原天帝大人照看 他早就死了 姚丘灵怒道 够了 你再敢胡说八道 我就罚你 去黑蛇牙面壁 宋天柱听到黑蛇牙三字 顿时浑身一哆嗦 不敢再言语 姚丘灵脸色一缓 向夜晨道 抱歉 轮回之主 我真理会管教不严 倒是让你见笑了 夜晨道 无妨 姚丘灵又望向宋天柱 冷声道 你若对轮回之主不服 那等星空争霸赛开始 你再去向他讨教 莫要在苍雷老祖的地盘上 惹是生非 宋天柱恨恨地咬咬牙 道 是 灵仪 姚丘灵道 苍雷老祖 多有冒犯 见谅 霸刀苍雷道 无妨 年轻人气盛一些 也不是坏事 但看宋侄儿的模样 似乎对轮回之主有些误会 姚丘灵叹道 哎 我真理会有十大真传弟子 都是原天帝大人亲手培养的天才 平时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不染因果 只是暗中对付第一魂族的人 第一魂族又叫龙朝魂族 九大魂族中最为强悍 他们也是最有可能将魂天帝复苏 所以 我们真理会 必须要阻止 有原天帝大人庇护 我真理会和龙朝魂族相斗 并不落下风 把刀仓尾打断道 也不占上风 姚丘灵顿时露出尴尬的表情 道 龙朝魂族势力十分庞大 我真理会与之相斗 能不落下风 不让他们霍乱众生 已经是极限 双方算是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就等着看双方的首领 便是原天帝大人和魂天帝 哪位能先恢复实力 若是原天帝大人先恢复实力 便可横扫一切失魅亡凉 但如果魂天帝先复苏 那局势就危险了 军事的战斗 不知持续了多少纪元 直到最近几年 原天帝大人忽然削减祝福 我真理会 没有他的庇护 战斗力大幅度下降 死伤惨重 已经不是龙朝魂族的敌手 处处败退 而原天帝大人 之所以削减祝福 是因为他将许多精力 都放在了轮回之主身上 说着将目光投向夜尘 眼神显现出颇为复杂的神色 霸刀苍雷 哦 宋天帝愤然道 原天帝大人对这小子恩故有加 但这小子对我真理会 大战星空神山真是厚颜无耻 姚丘灵鹤道 住口 原天帝大人必然是在下一盘大棋 你懂什么 向霸刀苍雷道 苍雷老祖 正是因为原天帝大人 额外照顾轮回之主 对我真理会的庇护 有所减弱 只是我真理会 与龙朝魂族争斗 节节败退 死伤惨重 所以会中有不少弟子略有怨言 但我想 这必是原天帝大人的布局 想扶持轮回之主 对抗龙朝魂族 毕竟我真理会也太不争气 始终打不过龙朝魂族 原天帝大人另求外援 也是理所当然 叶晨听到这里 眉头一皱 哦 摇护法 我从来没听原天帝前辈说过 需要我帮忙什么的 宋天柱打断叶晨说话喝道 这小子 果然忘恩负义 叶晨摇摇头道 若贵会有什么地方 需要我出手的 可以直说 只要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不会拒绝 第10626章 悟道时 宋天柱道 哼 你又有什么本事 可以解决我真理会的危难 你轮回阵营树敌众多 龟缩自保 已是艰难 还有什么资格帮人 姚秋林再也忍耐不住 喝道 天柱 你给我闭嘴 滚回黑蛇牙面壁 在星空争霸赛开始前 不准再出来 说吧 姚秋林挥手 弹出一条条法子丝线 带有神王的威压 将宋天柱身躯捆绑住 嘴巴也用静言符咒封住 嗯 宋天柱闷哼一声 顿时动弹不得 也说不出话来 姚秋林寄出一个葫芦 将宋天柱收了进去 顿时世界都清静了 惭愧 姚秋林摇摇头 深感愧疚 叶辰道 无妨 霸刀苍雷道 摇护法 你对手下弟子的管束 看来还要再严厉点才行 姚秋林道 是 霸刀苍雷恩了一声 道 摇护法 你不远时空闲祖来找我 不知是有什么事 姚秋林定了定神 道 苍雷老祖 是这样的 我和龙朝魂族争斗之中 抓到了一只异鬼 很可能来自虚空鬼剑 我担心虚空鬼剑的鬼族 会和龙朝魂族联手 对我真理会不利 所以想从那异鬼口中 拷问出更多的秘密 但那异鬼骨头很硬 无论我使何等残酷手段 他都不肯吐一言 所以我想请苍雷老祖出手 看看能不能拷问出 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姚秋林语气之中 充满凝重担忧 毕竟虚空鬼族 是鬼道祖师的后裔 势力底蕴十分雄厚 要是他们和龙朝魂族联手 那对真理会来说 无疑是要命的威胁 霸刀苍雷听闻此言 吃了一惊 道 虚空鬼族居然要与龙朝魂族联手 有这种事 那异鬼在哪里 叶尘脸色也是一尘 没想到事情会牵涉到虚空鬼族 轮回目的之中 鬼道祖师已是震怒 喝道 一群狗崽子 要是敢勾结魂族 看我不打断他们的腿 虚空鬼族和魂族 可以说是死敌 毕竟当年 鬼道祖师就是死在了丑神手下 而魂天帝就是另一个丑神 要是鬼族人去投靠魂族 等同是背叛 只见姚秋灵摇晃一下手中的葫芦 喷出一缕黑烟 黑烟中显化出一头异形 头大身小 身高不赢四尺 浑身皮肤漆黑 硕大的头颅上 只有一颗眼睛 十分巨大 布满了大半张脸 眼睛下面就是一张血盆大口 生着刀剑式的牙齿 双腿和身躯皆如马杆般细小 难以想象是如何支撑得起 这么硕大的脑袋 虚空鬼界有十大鬼异 便是炎魔 水猴子 梦魔 石之虫等等 这一鬼正是十大鬼异之一 其名为萧 姚秋灵目光锐利 盯着黑烟中的萧 这头萧鬼 浑身被一条条神王禁止锁链捆绑 不断挣扎思叫着 表情看起来十分痛苦 苍雷老祖 不知你可有手段 从这一鬼口中拷问出什么线索 姚秋灵满怀期待地看着霸刀苍雷 霸刀苍雷眉头一皱 打亮着这头一鬼 忽然间 那一鬼看到叶晨的身影 露出巨大的惊不恐惧的神色 双手乱捂着 喉咙中发出近乎绝望的喊叫 毒瘤 魔头 大魔头 在极致的恐惧之中 一鬼眼球瞪大 几乎胀 最后浑身抽搐一下 动也不动 竟是死了 姚秋灵吃了一惊 摸了摸一鬼的手腕明白 周眉道 他被吓死了 叶晨愕然 被我吓死 姚秋灵道 可能是 没想到 他用重重静置 禁锢住那一鬼 本来也阻断了对方自杀自爆的可能 就是想着慢慢拷问 没想到那一鬼一见到叶晨 竟是陷入巨大的恐惧震惊之中 直接被吓死了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叶晨脸色一沉 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只好向姚秋灵道 抱歉 姚秋灵道 无妨 只是意外 大家都不想的 不过 这一鬼死了 线索可就断掉了 只见那一鬼死掉后 身躯就渐渐溶解 化作黑雾消散了 苍雷老祖 不知你可否帮忙 派人去虚空鬼界调查 我想知道 鬼族和第一魂族 是不是有什么勾结 可惜我抽不开身 而且我真理会 也没有额外的人手 只能请求你了 听着姚秋灵的话 霸刀苍雷顿时眉头一皱 道 虚空鬼界何等凶险 我手下也没什么人 能去那地方冒险调查 姚秋灵道 苍雷老祖 求你出手相助 事成之后 我可以给你这个 他掏出一颗暗蓝色的石头 上面有一道道 古老的法则符纹 石头整体弥漫着 一股阴晕的气息 如一缕缕蓝色的雾碍 如梦如幻 这是原天帝大人留下的神物 叫原星雾道石 苍雷老祖 只要你能帮我调查 清楚背后的秘密 我就把这原星雾道石给你 第10627章 我来交易 霸刀苍雷看向那原星雾道石 心头顿时一跳 感到那东西的不凡 进入虚空轨界 而且他的修为 已经到了乌时空的极限 是天地巅峰 不可能再有突破的机会了 就算给他拿到原星雾道石 最多缓解一下岁月的磨损 修为是不可能再增进了 他要是突破 那就是跨入超品天地的地步 想登临此境 哪里有这么容易 当下 霸刀苍雷摇摇头 叹道 摇护法 我真帮不了你 叶辰看着那原星雾道石 心中却是猛烈一跳 他从那原星雾道石上 竟是隐隐捕捉到 很可能和那蓝色魔方有关 说不定是 蓝色魔方的碎屑打造而成 价值非同小可 叶辰心中有意 正想开口 却听苍雷山深处 传出一道清冷的声音 不如我去如何 只见一个白衣女子 果风斜血 如一只冰黄般冲天起 而后缓缓降临下来 竟是人天女 此刻的人天女 浑身缭绕着一条条暗色的雷电 这些雷电带有灰暗的诡弃物碍 琵琶作响 看起来十分诡异 但天女的身影 在这些鬼气雷电的衬托下 却丝毫不显的邪恶 反而被衬托出一抹 高贵圣洁的韵味 皮肤更显得白皙剔透 是天女姑娘 姚秋灵见到天女 顿时惊喜 她自然也知道 天女是无无时空有名的天才 天女目光凝练 看着姚秋灵 道 姚护法 你想调查虚空鬼族 和龙朝魂族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勾结 我帮你去调查 你把原星悟道识给我 如何 姚秋灵听到天女肯答应 略一思索 便喜悦点头道 可以 没问题 天女恩了一声 道 你要先将东西给我 毕竟虚空鬼界太过险恶 我需要原星悟道识庇护 姚秋灵盘算一下 最后还是点头道 好 天女 东西我可以给你 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将原星悟道识 交给天女 天女微微一笑 收了下来 道 姚护法请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叶晨本来也想要原星悟道识 但见天女收下了 她也不好再开口 霸刀苍雷剑 天女要出手 也是颇感意外 道 天女 你神舟天剑铸造完成了 天女露出一点无奈之色 道 还没有 目前到了最后一步 我将神舟天剑的剑胚 封在火炉中酝氧 只要开炉 神舟天剑就有机会出炉完成 但 开炉风险太大 我没把握保证成功 一旦失败 不仅剑胚化作灰烬 我也要死 霸刀苍雷皱眉道 天剑未成 那你还跑出来 天女道 苍雷老祖 我也是无奈 你传我的鬼地天雷体 我修炼火候还不够 我正打算去虚空鬼界一趟 吸收鬼气炼体 如此等我体质壮大 我才有把握去开炉脆剑 现在的话 我的身体 还镇不住那神舟剑胚 叶晨听到这里 忍不住问 什么鬼地天雷体 她见天女身上 一条条鬼气雷电缭绕 气象看似豪大 但实际上暗藏危险 要是这些鬼气雷电反噬天女 天女要么被恶鬼缠身 生不如死 苍雷道是我传给天女的炼体之法 这鬼地天雷体 是当年大竹在邀请我 加入道宗的时候 传给我的秘法 想修炼这秘法 需要同时吸收天雷精气 和鬼道元气 我苍雷山上不缺天雷精气 但缺鬼道元气 天女道 是啊 我修炼这鬼地天雷体 体质是壮大多了 铸剑也容易许多 但还不够 铸造神舟天剑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难 我得去虚空鬼界一趟 等我吸收到真正的鬼道元气 体质圆满 必可顺利铸成神舟天剑 他本来就想去虚空鬼界 瑶丘灵想调查秘密 他正好顺手 叶尘眉头一皱 没想到天女 也想去虚空鬼界 虚空鬼界可不是什么善地 那地方恶鬼遍布 十分危险 连鬼道祖师 都特地警告叶尘 在没踏入神道境七层天之前 绝不要前往 天女 这虚空鬼界 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叶尘道 天女微微一笑 好像要故意跟叶尘斗气 叶尘 我想去哪里 是我的自由 你管得着吗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顿了顿 又问 对了 你来苍雷山干什么 问我借鉴 他大概敢知道 叶尘想借鉴的一年 叶尘无奈 道 是 天女笑道 可惜了 那神舟天剑 我还没铸造出来 你等着吧 而且 你想问我借鉴 可得给我一点好处 叶尘问 你想要什么好处 第10628章 伟大遗迹 天女灵动一笑 等我驻鉴完成再说 不然要是失败 那我都要死了 还谈什么好处 叶尘道 别自己咒自己 天女笑道 你还挺关心我 叶尘没好气到 要是你没能力驻鉴 把神舟天剑图纸给我 我来 天女道 这可不行 打造神舟天剑 可以让我迅速突破修为 要是让给你 我再想突破 可就艰难了 叶尘打量天女身躯一眼 见她的修为 果然相比以往 又突破精进了许多 已经达到天元近八层天的地步 要是正常修炼的话 她不可能突破这么快 只有依靠锻造神舟天剑 在柱剑中不断淬炼身心 才能这么快地提升 天女微笑凝望着叶尘 又问 你是不是也想去虚空鬼界 那我们结个班一起去便是 叶尘想去虚空鬼界 这股意念 一般人是感知不到的 但天女和叶尘的关系 实在太特殊了 两人曾有过十分亲密的接触 所以叶尘的心思 天女可以隐约地感知到 如心有灵犀般 一旁的摇求聆听了 顿时大喜 道 结伴好 结伴好 你们一起去 可以互相照应 她想调查虚空鬼族 和龙巢魂族之间的勾结阴谋 如果只是天女 一个人去调查 她不太放心 但有叶尘结伴的的话 事情就十拿九稳了 她绝对相信 叶尘的能力和运气 毕竟轮回之主是大气运者 叶尘有点无语 她来苍雷山 是想问天女借鉴的 没想到天女驻鉴未成 还要跟着她去虚空鬼剑 多一个人的话 就多一分危险 你跟我去虚空鬼剑 那神舟天剑怎么办 叶尘遥望向苍雷山深处 可以看到 有一缕烟气鸟鸟升起 那正是铸造神舟天剑的火炉 升腾起的热气 天女笑道 神舟天剑的剑胚 已经被我封存好 正用慢火缓缓烧炼 你不用担心 又不会炸炉 何况还有苍雷老祖看着 等我鬼地天雷体炼成 我再回来尝试开炉催剑 叶尘眸子一宁 道 你是无论如何 都要去虚空鬼剑 天女道 是啊 你嫌弃我 担心我会成为你的累赘 那我们分开去就是了 叶尘道 不是 天女笑道 不是就一起去 你还担心我会吃了你吗 说着 天女便挽住了叶尘的手臂 叶尘感受到一股 久违的温热与柔软 不由的心神一荡 隐隐感到天女的心意 似乎是有想重新开始的意思 她不太确定 脑袋莫名有点晕乎乎的感觉 霸刀苍雷咳嗽一声 道 天女 有轮回之主陪着你 死去虚空鬼剑 我并不担心外在的危险 但我可警告你 鬼递天雷体修炼副作用巨大 很容易被鬼气反噬 要是你堕入鬼道 那可是万劫不复 天女轻轻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 道 我心如明镜 绝不会迷失 霸刀苍雷叹息一声 她知道 天女决心如磐石 她劝阻也是无济于事 便道 好吧 你自己小心 轮回之主 就请你多多照顾天女了 你知道虚空鬼界的坐标吗 那地方在一片戒海之中 非常难寻 叶晨道 我知道 前辈请放心 鬼道祖师就在轮回墓地里面 借着鬼道祖师的气息 叶晨可以锁定虚空鬼界的坐标 霸刀苍雷目光一闪 心想 虚空戒海浩瀚无边 这叶晨居然能知道 虚空鬼界的确切坐标 的确有点本事 便道 那就好 我等你们回来 叶晨道 好 前辈 告辞了 商议已定 叶晨就带着天女 此别把刀苍雷和姚丘陵 离开苍雷山 出发前往虚空鬼界 天女没能铸成神舟天剑 需要继续修炼鬼地天雷体 强化体质 才有铸剑成功的可能 她这次去虚空鬼界 就是为了吸收本源鬼气 壮大体魄 叶晨自然是有些无奈 她本来还想借剑 没想到天女还没铸造成功 现在她要带着天女去虚空鬼界 多了一个人 就多一份危险 不过事已至此 担忧也无用 唯有面对前路 叶晨祭出天光逐日剑 和天女成剑破空 很快就来到虚空鬼界的外围 出现在两人眼前的是一片浩瀚的海洋 这片海洋在混沌虚空里浮沉 壮观无比 在这片海洋之中 一滴水就是一个世界 有一亿万万个世界 汇聚起来 组成了这片浩瀚的大海 这就是戒海 由无数个世界组成的海洋 可以说是从远古时代 留下来的伟大遗迹 戒海中的世界 大部分已经沦为废墟 唯一保持着活力 还有完整的法则秩序 能孕育出上神 神王 天地级别强者的 只有虚空鬼界 第10629章 浪潮 自鬼道祖师陨落后 丑神族的人 曾一度想攻灭鬼道祖师的领地 但面对浩瀚的戒海 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因为 戒海实在太大了 大到没有边境 里面的一滴水 就是一个世界 想在这么大的戒海里 找到鬼界所属的水滴 那比大海捞针 还要艰难许多许多 不过 鬼界里的生灵 也不敢轻易出外 因为 在鬼道祖师陨落后 他们的灯塔就毁灭了 没有灯塔的守护 他们要是轻易离开鬼界 很容易迷失在 茫茫无边的戒海之中 所以 万古以来 能顺利离开鬼界的生灵 寥寥无几 可以说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外面的人找不到路进去 里面的人不敢出来 鬼界就成了 乌时空一个特殊的地方 相对独立 这里就是戒海吗 真是大的离谱啊 天女看着眼前的戒海 不由地惊叹起来 戒海实在太大了 一滴水就是一个世界 一一万万个世界 汇聚成海洋 这片海洋有多大 无法想象 法则有多么紊乱 更无法想象 天女只看到 戒海之中 惊涛风暴滚滚 骇人心魄 要是贸然闯进去 恐怕也要戒海风暴撕成碎片 这也是鬼界的人 不敢轻易出外的原因之一 戒海风暴太猛烈了 一般人无法突破 夜沉目光微动 眼前浩瀚的戒海 风暴滚滚 惊涛冲天 的确是无比壮观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壮观的景象 木珠 我的故乡在这里 去个方向 轮回目的之中 鬼道祖师明显激动起来 伸手指向前方 她的领地 虚空鬼剑 就在戒海之中 那也是她的故乡 好 前辈 我带你回去 夜沉心里暗暗沟通鬼道祖师 又向天女道 我准备进去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天女深吸一口气 道 走吧 夜沉点点头 便驱动天光逐日剑 驶入戒海之中 考虑到鬼道祖师的后人 可能对她存在误会 她将自身的轮回气息 完全收敛 看起来就像个普通舞者一般 当剑船驶入戒海 一股股惊天的风暴巨浪 就凶猛呼啸袭来 夜沉的天光逐日剑乃是方舟 有着稳固的秩序 在风暴中稳稳前驶 戒海拍下来的巨浪 也被剑船本身的防护罩挡住 不过 天女还是有些紧张 盘膝而坐 拿出姚秋林之前 给的原星悟道石 握在手中 运功护体 这原星悟道石 能量充沛 能助人悟道 也可提供一定的庇护 夜沉笑了笑 她倒是不需要什么庇护 现在的她 轮回输道基柱城 只掌星空道书 敌运无比深厚 一般风暴奈何不了她 天光逐日剑 稳稳在风暴中行驶 渐渐驶入戒海深处 来到戒海深处 夜沉眼前景色出现变化 她看到的并不是海洋 因为水滴少了 水滴的减少 让那戒海呈现出 混沌虚空的本相 黑暗 深邃 广袤辽阔 寂静无边 一个个世界炮 就像真正的泡沫一般 在混沌虚空里 漂浮着每一个泡沫 都是一个世界 几乎所有的泡沫 都没有生机传出 因为里面的世界 已经死了 远古时代到现在 时间实在太过久远 那个时代又风火连绵 不知有多少世界负面 戒海里的世界 只有鬼界能存活到今天 其他世界 几乎毁灭殆尽 夜沉的天光逐日剑 在戒海混沌中航行 就如一厘米 与那些世界炮相比 都要渺小亿万倍 放到戒海的混沌背景之中 更是渺茫不可闻 鬼道祖师 你的故乡 真是浩瀚 夜沉不由地赞叹 鬼道祖师摇头道 远古时代 处处都是戒海 我的故乡是偏僻之地 不算什么 魂天地所主宰的戒海 那才叫浩瀚无边 罢了 不说这个 你小心一些 已经快到鬼界了 周围的风暴停了 代表已经靠近鬼界的秩序 我的后裔 共有十个分支 只有红尘苏和四无邪是纯血 其他全部是沾染了 污秽的异鬼 凶残得很 我担心你会遭到异鬼的袭击 异鬼凶残成性 我屡屡叫话 他们也不听 诶 鬼道祖师说起往事 还是有些感慨 哦 夜沉颇感惊奇 原来异鬼 竟然连鬼道祖师都无法叫话 那看来绝不容小觑 天女道 夜沉 风暴停了 夜沉回过神来 眺望向前往的黑暗虚空 道 嗯 鬼界快到了 戒海之中 鬼界是最中心的地方 秩序法则稳固 在鬼界周围的虚空 风暴止息 也呈现出稳定的气象 夜沉驱动舰船 继续行进 喂 夜沉 你看那是什么 呼得 天女指向远方 目光露出一抹惊悚之色 夜沉沿着天女所指望去 就看到远方的混沌虚空里 有一片黑色的浪潮 正哗啦啦的呼啸靠近 第10630章 大智慧 仔细看去 那黑色的浪潮 居然是一蓬蓬头发 没错 那就是头发 一条条黑色的头发 密密麻麻 绵长千万里 从虚空远处呼啸而来 形成黑色的浪潮 鬼气凶猛 看模样 是想将夜沉的剑船淹没 夜沉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诡异的景象 铺天的黑发呼啸而来 从其中散发出 腥臭恶毒的气息 牧主小心 是一鬼 三千青丝 轮回目的之中 鬼道祖师大喝道 什么 三千青丝 夜沉愣了愣 嗯 我的后裔 外界称之为十大鬼异 在这十大鬼异里面 除了四无邪和红尘苏是纯血外 其他八异 梦魔 空空 十只虫 水猴子 三千青丝 风邪笑 炎魔 骁 全部是一鬼 都被鬼异侵蚀 难以叫化 鬼道祖师道 四无邪 红尘苏 十只虫 三千青丝 前辈 你后裔的名字 可真是有点特别 夜沉暗道 名字不重要 他们来了 牧主 鬼道祖师大喝 夜沉目光一缩 就看到那一条条黑色头发 铺天盖地 竟是穿透了天光逐日剑的守护 凶悍无比地向夜沉和天女刺杀而来 冰皇飞剑斩 天女神情凝重 抽出冰皇天剑 灰剑斩向那些头发 冰皇天剑散发出寒冷的光芒 剑间划过空气 带起一道剑光如冰火般燃烧 剑光与那些凶悍的黑色头发相交 发出刺耳的撕裂声 剑光锁过之处 黑色头发纷纷被斩断 但他们似乎没有止步之意 仍然不断向夜沉和天女扑来 天女眉头微皱 她知道这些头发并非寻常之物 恐怕是某种邪恶力量的产物 吃吃 黑色头发被斩断 发出黑烟恶臭 断掉的头发 很快又重新生长出来 如一条条毒蛇缠向天女 该死 天女指的挥剑护体 左手握着原心悟道时 借着这块神石的庇护 才勉强挡住黑色头发的袭击与缠绕 夜沉心中意识凝重 下意识想动用天火命星的能量 但担心暴露轮回的身份 又忍耐住了 九霄飞玉剑 给我破 夜沉一声轻鹤 随手拔出一把普通铁剑 施展出九霄飞玉剑 剑身上闪烁着星光 宛如一片漆黑 夜空中的繁星 剑间散发出无边锋芒 夜沉手中长剑挥动 无数剑芒如羽毛般飞舞而出 划破空气 迅速逼近那些黑色头发 剑芒与黑色头发相交 发出尖锐的撕裂声 每一道剑芒都带着星辰之力 轻易地将黑色头发斩断 然而 黑色头发并没有被击溃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再次聚集起来 仿佛具备了某种自我恢复的能力 嘎嘎 夜沉听到黑暗之中 传来了尖锐的笑声 他看到在远处 有几头一型怪物 看模样是几只女鬼 浑身光溜溜地 身躯扭曲矮小怪异 无数黑发从他们头上延伸出来 场面有点诡异恐怖 这些女鬼 显然就是鬼道祖师所说的一鬼 三千青丝 几只女鬼气息相连 形成一股黑暗漩涡 能量无比雄浑 痴妹亡俩 一剑破智 夜沉目光如电 持剑突进 穿梭在黑色头发之间 当他靠近那几只女鬼 一股强大的黑暗气息传来 夜沉顿时感到一阵压迫 但他并不慌 调动星空倒数的能量 汇聚到手中长剑 是 长剑出 化作一道巨大的剑光 如一道闪电般刺出 剑光锁过之处 黑暗能量被撕裂 黑色头发 也在剑光中纷纷破碎 在星空倒数的加持下 夜沉剑如星辰 剑翼静剑如星空般浩瀚 剑光飞舞间 那几只女鬼 阿亚惨叫 纷纷被斩杀 铺天的黑色头发 枯萎成灰烬 但还是有一头女鬼 侥幸躲过夜沉的剑光 迅速往外飞顿而去 夜沉正想追杀 忽见一抹血芒 从远处飞射而来 如飞剑一般 伴随着一声大喝 血鬼杀剑道 那血芒便如剑气般 贯穿女鬼 将那女鬼击杀了 只见得几道身影 踏着鬼气缭绕的飞剑 从远方飞了过来 他们外貌与人无异 但额头上长着两根尖锐的脚 神情肃穆 眼眸略带凶悍警惕之意 打量着夜沉和天女 是四无邪一脉的鬼族 他们是纯血鬼义 可以沟通 另外一脉的 纯血鬼义红尘酥 只有女子 没有男子的存在 鬼道祖师暗中 向夜沉说道 他非常肯定 夜沉眼前的几道身影 都是鬼族人 因为额头上 有两根尖锐的脚 这是鬼族的象征 而且 这几人都是纯血 纯血鬼义 除了一对脚外 其他地方跟人 没有任何差别 都有着近乎完美的 体态秩序 人的体态 是所有生灵之中 最为完美的存在 秩序最为牢固 身体也最为灵巧 心思最敏捷 有大智慧 第10631章 资源掠夺 夜沉听到是 纯血鬼义 心下烧定 只要不是一鬼就好 喂 你们是什么人 只见那几道身影 眼眸都带着警惕之意 打量着夜沉和天女两人 因为他们发现 夜沉和天女 气息很特殊 并不是戒海里的人 夜沉定了定神 拱拱手道 我们是从外面来的 出道跪地 见过诸位朋友 外面来的 那几个鬼族人 眉头顿时皱起 为首的一个青年问 你们是怎么穿越 借海风暴过来的 靠着这艘船 他目光看着夜沉 和天女脚下的舰船 露出一丝惊异之色 因为只要眼睛不瞎 都能看出 天光逐日见的步凡 这可是曾经 星空上的方舟 夜沉斟酌一下言辞 道 是 我叫 陈夜 我们没有恶意 为首那青年人 直视着夜沉的眼瞳 而后点点头道 你们的确 没有恶意 他表情也跟着放松下来 那你们两个外乡人 来我鬼界作甚 天女忍不住道 他说他没有恶意 你就真信了啊 那青年人何须一笑 道 我们是纯血鬼异 属丝无邪一脉 天生念丝无邪 道心纯净如流离 不垫瑕疵 也可感知别人的心思 要是你们真有恶意的话 瞒不过我的眼睛 就是不知你们来这里 到底有什么打算 夜沉心中恍然 原来丝无邪 就是念丝无邪 道心纯净的意思 拥有这种丝无邪的道心 那修炼鬼道功法 必定是势如破竹 事半功倍 没有被反噬的危险 鬼道一徒 邪恶森严 一般人修炼的话 很容易有 堕落魔障的危险 比如霸刀仓雷 就警告过天女 她强行 要吸收本源鬼气 修炼鬼地天雷体的话 就有堕落鬼道的危险 但思无邪一脉 就不会有这种危险 他们的血脉 天生注定适合修炼鬼道 道心纯净 不沾染邪恶 我们算是鬼道散修 我这位朋友人天女 她想吸收本源鬼气 所以我想陪她来这里 碰碰运气 夜诚道 她没有暴露自己 想寻找炎天地头颅 和吞魂鬼猪的想法 只说是星象修炼 她也的确没有恶意 只是想寻宝 并非要对鬼族不利 原来是鬼道散修吗 我叫黎兆星 是有鬼门的弟子 那青年人自曝名号 叫黎兆星 他轻轻皱着眉 你们想吸收本源鬼气 修炼的话 那可不太容易 因为在我鬼界之中 所有鬼气充盈之地 都是有主的 各方强者割据 一般情况下 不会向外人开放 夜诚道 是吗 天女道 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原狱 作为报酬 黎兆星摇摇头 显然对原狱没什么兴趣 她目光望着天光逐日见 明显被吸引了 道 我不要原狱 嗯 要是你们能把这艘飞船的 打造图纸给我 我或许能带你们去 乱魂鬼海 那是我幽鬼们的领地 是一处鬼气汇聚之地 很适合修炼 听到黎兆星 想要天光逐日见的图纸 夜诚和天女 都有点意外 这图纸吗 夜诚想了想 就寄出一本卷轴 丢给黎兆星 图纸在这里 但打造非常复杂 所需资源繁多 天光逐日见的图纸 倒也不算什么秘密 交给黎兆星也无妨 夜诚可以肯定 黎兆星想要打造天光逐日见 几乎没有可能 因为步骤太复杂了 所需资源也极多 夜诚掌握着道宗驻兵术 自身炼器手段强悍 再加上拥有九天神葬 才勉强打造出来 而且还不是完整体 黎兆星见夜诚肯送出图纸 顿时惊喜 慌忙将卷轴接过 但当他看到卷轴上的打造之法 他的表情就凝固了 他随行的几个同门弟子 探头过来观看 当他们清楚看到 天光逐日见的打造图纸 他们也震惊了 好复杂的图纸 这是什么飞船 是顶级的法宝了吧 光明汇聚 天光逐日 好凶悍的气势 难怪能度过戒海风暴 想打造这种飞船 真不知需要多少资源啊 一阵阵惊叹的声音响起 黎兆星一阵苦笑 将卷轴收起 看来这艘船船的打造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艰难许多 我得将图纸 盛给掌门看看 陈夜兄 这里有一点鬼元石 蕴含着精纯的鬼道元气 你们先拿着 等我禀明掌门后 再带你们去乱魂鬼海修炼 黎兆星收了夜诚的图纸 也不食言 拿出一个储物袋 丢给夜诚 夜诚接过来一看 储物袋里 装着一些暗黑色的金石 雾气森森 缭绕着鬼气 这些金石叫鬼元石 夜诚扫尸一眼 也是感受到一股 丰沛浓郁的鬼道灵气 拿着吧 夜诚将储物袋丢给天女 Alva Steve扫码 下载红袖 联合肖香送福利新人 现实全场免费读 DuffDuffDuff 第10632章 危机四伏 天女倒是毫不客气的结果 笑道 谢谢了 黎兆星好奇地 打量夜诚和天女一眼 总感觉两人的关系 有点古怪 他定了定神 道 陈夜兄 那现在我先带你们 去我幽鬼门的附近的一处营地 我们最近奉鬼咒圣地的命令 正在修建星穷铁道 工期还有两天结束 到时候 我再带你们回山门 夜诚一愣 道 星穷铁道 那是什么 黎兆星一笑 道 你跟我来就知道 他带着几个同门 落到夜诚的飞船上 不介意我坐你的船吧 夜诚道 没关系 当下 由黎兆星指路 夜诚驱动天光逐日见 如一道追逐烈日的天光般 迅速往前飙行 不消多时 夜诚在黑暗的混沌虚空之中 看到了星光 他眼前有星星出现 而且星辰越来越多 日月也出现了 遵循着美妙的轨迹在运转着 这代表着周围的秩序 已经十分稳固 繁衍出了群星 没有风暴与恶鬼的存在 在这片星空之中 夜诚看到了一幕奇观 只见一条天路 从星空的尽头延伸而来 这条天路 宛如一条银河般绚丽 闪耀着无数星辰的光芒 诸多星辰散发出清冷的光芒 像是天空中的烟火绽放 将整个天路点亮 天路非常笔直 两旁是星空的壮丽景色 星云缭绕 星群闪烁 天路上有许多奇特的景象 有的地方 星辰排列成华丽的图案 如同宇宙的艺术品 有的地方 星辰像是音符一样 散落在天路上 组成了一首宇宙之歌 还有的地方 天空中飘荡着绚丽的彩虹光束 犹如仙境中的奇迹 这时 夜晨眼睛瞪大 顿时被这条天路吸引了 天路之上 有繁华的人烟 灵兽拉着华丽的车 碾在穿梭 两旁是一个个热闹的摊档 在幽暗深邃的宇宙星空之上 这条天路显现出了一股繁荣 黎兆星笑道 这就是星穷铁道 是鬼咒圣地的主宰姊妹幽姬大人 和红尘洞天的红卵鬼妃 联手构造的一条天路 从鬼界出发 一直延伸去外界 星穷铁道修了很多个纪元了 到今天只修了一半 要是这条天路修成 那我们鬼族的子民 就可以跨越界海风暴 去外面的世界 界海虽大 但资源还是不够的 各方强者厮杀争斗的很厉害 一直内斗也不是办法 唯有修路前往外界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鬼界 只是这片界海里的世界之一 这里还有亿亿万万个世界 但可惜大部分的世界 都已经沦为废墟 提供不了多少资源 鬼界的生灵不断繁衍 而生存资源却是有限 为了族群的生存 他们必须要去外界探索 这条天路 星穷铁道 就是鬼界穿梭界海风暴 去外界探索的通道 夜城看着这条笔直的星穷铁道 横跟在漆黑的宇宙星空之中 感到了一股震撼 天女也是有些震撼 又忍不住问 界海这么大 想修路去外面 得耗费多少资源 万一失败 或者得不偿失 毫无疑问 这星穷铁道 是天大的工程 想要真正建成 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 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天文数字 李兆星苦笑一下 道 我不知道 这是姊妹幽姬大人的安排 他是鬼咒圣地的主宰 也是我鬼界三大天地之一 我有鬼门 只是鬼咒圣地附属的一个小门派 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不过事在人为 为了鬼族更长远的生存 星穷铁道必须要修 否则一辈子被困在戒海 也不是办法 夜城道 人定圣天 祝愿你们能早日修成这条天路 黎兆星精神一阵 道 多谢陈夜兄 指了指星穷铁道上的一处营地 那就是我幽鬼门的营地了 我师兄师姐 他们正在忙活 我们过去吧 夜城点点头 当即驱动天光逐日剑 降落到星穷铁道上的一处营地 这处营地 就在星穷铁道的尽头 有许许多多外形如猴子 浑身长满红毛 尖嘴力塞的小鬼 在忙碌着建造天路 他们带着镣铐 在一群纯血诡异的皮边驱赶下 搬运着矿石打造天路 这条星穷天路 就一点点地延伸 那些如猴子般的小鬼 他们的鲜血洒在天路上 不少小鬼因为过度劳逸 直接累死 被扔到荒芜的星河里去 这些猴子是异鬼 叫水猴子 最适合拿来当建造星穷铁道的苦工 黎兆星指了指那些猴子 向夜城道 夜城点点头 表示明白 鬼界的十大鬼异 两只纯血 其余八只均为异鬼 被鬼异气息污染 难以叫化 水猴子和夜城此前碰到的三千青丝 还有真理会姚丘林抓到的销 都是异鬼 在黎兆星的带领下 夜城和天女来到了营地之中 第10633章 就是你 营地里只有两种人 除了幽鬼们的纯血鬼异外 其他的全部是水猴子苦工 黎兆星们派的鬼异弟子 主要是负责设计工作与监工 建筑星穷铁道的苦差事 全部是水猴子在干 杜师兄 我们回来了 黎兆星兴冲冲地向着一个雪袍男子打招呼 那男子正是边抽打水猴子 见到黎兆星一行人回来 道 回来了呀 又见到夜城和天女两人 皱了皱眉 这两位是 黎兆星介绍道 他们是外乡的鬼道散修 想来这里修炼的 这位是陈夜兄 这位是人天女姑娘 他们的飞船可厉害得很 能穿越界海风暴 这是飞船的图纸 黎兆星将夜城刚刚给他的图纸 交给那位杜师兄 杜师兄看到图纸后 神色顿时变化 眼睛亮起 又看了看夜城刚刚降落下来的舰船 目光闪烁不定 黎兆星道 杜师兄 方才捕捉到的一鬼气息 是几只青丝鬼婆 不是水猴子 哎 看来我们想抓水猴子当苦工 也不太容易啊 又向夜城和天女介绍道 陈夜兄 天女姑娘 这是我杜师兄 是我幽鬼门的首席弟子 夜城抱了抱拳 幸会 那杜师兄点点头 也抱拳道 在下杜千锋 见过朋友 天女却没打招呼 而是轻轻拉拉拉夜城的衣袖 眼神示意一个方向 夜城有些奇怪 循着天女示意的方向看去 顿时暗暗吃了一惊 只见幽鬼们 用来打造星穷铁道的材料里 除了矿石之外 竟还掺杂着一些尸体与白骨 大概是觉察到夜城的目光 杜千锋笑了笑 道 陈夜兄不必惊慌 那是阎魔一鬼的尸体 我鬼界有三大势力 便是鬼咒圣地 红尘洞天 阎魔神殿 其中阎魔神殿是一鬼邪派 他们作恶多端 与我鬼咒圣地玄门正派 多有争斗 死不足惜 他们的尸体 是打造星穷铁道的绝好材料 自然是不能浪费的 夜城道 原来如此 隐隐之间 他感觉到 杜千锋所说的阎魔神殿 很可能和阎天帝的头颅有关 不过 他也不便多问 心中盘算等 真正去到鬼界后 就能洞察天机 推算到阎天帝头颅 甚至是吞魂鬼珠的存在 现在夜城 在星穷铁道上 还没真正去到鬼界 杜千锋笑道 陈夜兄可先休息一晚 等过两天 我带你回山门 你这么大方 肯线上如此珍贵的飞船 打造图纸 我幽鬼门也不能带补了客人 我幽鬼门的乱魂鬼海 你们可以随意享用 对你们修炼 必定是大有增益 夜城道 多谢 天宁也笑道 谢谢了 他此番来鬼界 正是想要吸收本源鬼气 修炼壮大鬼地天雷体 杜千锋又吩咐下去 道 今晚小心炎魔神殿偷袭 他们最近说什么 预言之子出现了 颜天帝的传人会降临 带给他们救赎 到处兴风作浪 什么预言之子 什么救赎 真是笑话 这群异鬼真是不死心 一群外乡人 还想捅住我鬼界 与弃森严之急 李兆星等众多幽鬼门弟子应道 是 杜师兄 我们一定做好防备 杜千锋恩了一声 道 别让他们破坏星穷铁道即可 我们的工期 还有两天就能结束 千万别在这时候出了岔子 否则姊妹幽机大人怪罪大人 那可吃不消 众弟子道 是 叶晨听到杜千锋刚刚的话 不由得心中一礼 当晚 叶晨和天女 在营地中的一处房间里同诉 其实 在茫茫星空之中 是没有白天黑夜的概念的 白与夜的时间概念 是人心的秩序 天女躺在床上 叶晨则在地板上弹坐 喂 刚刚那什么杜千锋说 预言之子什么的 似乎就是你啊 那什么炎魔神殿 他们要找的人就是你啊 天女目光灼灼地看着夜晨 隐隐感到 夜晨和那炎魔神殿 似乎有着极深的渊源 那炎魔神殿 应该就是 炎天地后人建立的势力吧 可是炎魔神殿 不是一群炎魔异鬼建立的吗 真是奇怪 天女不明所以 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 可惜她也不方便多问 而现在又没真正去到鬼界 就算想自己推算 天机线索也不够 夜晨盘膝坐着 保持着平稳的呼吸节奏 浴室不能乱 唯有沉稳心思 方可解决 她也隐隐感到 炎魔神殿所说的 什么预言之子 很有可能就是她 在杜千锋和黎兆星的口中 炎魔神殿是邪恶的势力 如果这个势力 是炎天地后人建造的 那又是怎么会沦为邪恶 一时间 夜晨也想不明白 她保持着心境的平静 以应付不测 不管什么预言之子 静观其变就是了 夜晨望了天女一眼 道 第10634章 真正的杀鸡 算了 不管你 天女摇摇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一晚 外面气氛非常紧张 黎兆星等幽鬼们的弟子 在轮流巡逻着 提防炎魔神殿来袭 不过 一晚上过去 也没有什么意外出现 更没敌人袭来 到的第二天 夜晨醒来 看到一切风平浪静 星穷铁道 又往前建造延伸了一些 但路程并不长 修建这条天路 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 一个纪元 接着一个纪元 就算天上的星星死去了 这条天路 也要继续修建下去 直到通往外界的那一刻 陈夜兄 天女姑娘 你们醒了 昨晚休息的还好吗 黎兆星见两人醒了 便兴冲冲地打招呼问道 还好 夜晨笑了笑回应道 黎兆星松了一口气 道 幸好炎魔神殿没来兴风作浪 只要再过一天 我们就能回去了 夜晨恩了一声 还有最后一晚 他总感觉今晚会出事 到了晚上 夜晨和天女 依然是在营地房间里休息 两人相望一眼 均感到有些不自然 因为 天机气息散发出一股凶险的意味 仿佛预示着 今晚会有大事发生 今晚可能会出事 要是炎魔神殿的人来找你 你怎么办 天女看着夜晨 问 看看再说 夜晨摇摇头 不置可否 外面杜千锋 黎兆星等幽鬼们的弟子 也在加紧巡逻 他们似乎也感应到 今晚可能会有不测 去附近招募了一些拥兵加强防守 又疏散了在附近摆摊活动的普通人们 营地附近的天路 就变得冷清下来 夜里只有水猴子们搬运矿石 建造星穹铁道的声音 这幅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漆黑深邃的星空深处 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银唱声 还有火光从星空尽头缭绕燃烧 看到那一抹火光 杜千锋和黎兆星都警惕起来 夜晨和天女也醒了 透过房间窗户往外看去 那火光与银唱声越来越近 仔细听去 那银唱声是 焚空主海 唯我天火 轮回盛微 千秋万代 从远即近的银唱声 嘹亮雄壮 在星空四方回荡 震人心魄 震耳欲聋 所有人耳朵里 都响彻着这十六个字 焚空主海 唯我天火 轮回盛微 千秋万代 只见星空尽头 一群炎魔浩浩荡荡的出现 他们身披燃烧的披风 手持炽热的武器 每一个炎魔都散发着 强大的能量和无匹的战役 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列 气势如山 目光坚定 一步步跨境 仿佛是跨越了无尽星海 从世界尽头降临下来 整个星空仿佛都被炎魔的存在点亮 他们的身影 投下巨大的火焰阴影 火光映照着每一个脸庞 让他们看起来 更加威严而神秘 炎魔们一起高举武器 燃烧的火焰在星空中燃起 形成了壮观的火焰雨 他们的吟唱声如雷霆般响彻星空 仿佛在向宇宙 宣告他们的威严和力量 夜晨还是第一次看到炎魔 顿时被他们的气势所振动 每一头炎魔都有着火焰般赤红的头发 相貌威严冷峻 皮肤上烙印有火焰的符纹 他们的眼神充斥着不屈 虔诚 威武 斗志等等气势 难以想象 他们居然是杜千锋 黎兆星等人口中的一鬼邪魔 在夜晨看来 他们就是一群战士 该死 这群炎魔一鬼 还是来了 人数不少啊 有鬼门的首席弟子杜千锋 抽出了兵器 看着前方星空中密密麻麻的炎魔 他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显然炎魔的数量和阵容 超出他的预料 黎兆星看到这么多的炎魔 也是有些发抖 看向杜千锋道 师兄 怎么办 杜千锋道 我有死战 我先禀报掌门 必须要掌门支援 否则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这群一魔疯了 出动这么多人 眼前的一魔 数量至少有三千 杜千锋这边的幽鬼门弟子和雇佣兵 人数不会超过三百 双方人数差距十倍计 形势不容乐观 杜千锋发出一发信号弹 寻求门派增援 黎兆星咬咬牙 也抽出兵器 严阵以待 诸多幽鬼门弟子和雇佣兵们 也是神情肃穆 拔刀备战 那些水猴子们 乌蛙尖叫着 缩回营地的苦工膨胀里去 只见三千一魔 已经逼近过来 为首一个魁梧的战士 提着大刀 目光灼灼 视线静精准 落在夜晨所在的房间之中 喝道 这群罪人 他们囚禁了圣子 他们囚禁了轮回之主 把他们宰了 就圣子出来 随着这个魁梧战士的话音落下 全场一魔沸腾起来 呐喊大叫 旋即便如天火将士般 从星空中呼啸暴袭而下 直接冲向星穷铁道 目标是杜千锋等人 鬼道大天咒 开 杜千锋树剑当凶 一声赤鹤 开启了一个浩瀚的大结界 这个结界阵闻闪烁 古老幽暗的符文绽放光芒 乃是一个召唤结界 从结界中有一头头猛鬼 咆哮着冲杀而来 与暴袭而来的诸多炎魔 对撞在一起 第10635章 传说中的存在 炎魔暴杀下来 很快就与幽鬼们的弟子 还有佣兵们站作一团 场面非常混乱 刀剑碰撞声 术法爆轰的声音 厮杀声 惨叫声 混在一团 还有飞剑的血肉 被碾碎的灵魂 在星空与星穷铁道的背景下 构筑成一幕壮丽血腥的画面 碰 在战斗开始没多久 夜晨和天女所在的房间 大门就被人一脚踢开 门外是三个炎魔 带头的是个女子 身段健美 如母豹子般充斥着力量 让夜晨莫名 想起了刀锋女皇 女子头发赤红 见到夜晨 她顿时呆住了 而后和身后的两个炎魔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叫道 圣子 让你受惊了 幽鬼们那些邪鬼 没责如你吧 我叫炎语医 我来迎接你回去 夜晨一愣 道 什么圣子 你认错人了吧 她本以为炎魔 是炎天帝的后裔 但从这个炎语医身上 她捕捉不到一点 炎天帝相关的因果气息 炎语医道 不 你是轮回之主吧 夜晨心中一领 她的气息完全隐秘 按理来说 一般人是认不出她的 但现在 这个炎语医 居然一开口 就叫出了夜晨的身份 听着炎语医的询问 夜晨沉默着没有回应 因为鬼族的人 对她误会极大 以为是她当年见死不救 导致鬼道阻失生死 要是她轮回之主身份暴露 那隐藏在鬼族背后的天帝 恐怕会直接降临抹杀她 那将无比危险 见到夜晨没有回应 炎语医目光依然坚定 道 我们是炎天帝的后人 炎天帝老祖曾有神谕 说 将来有一天 会有人来拯救我们 那个人继承了他的道筒 天帝 天帝腿 天帝身 一阴俱备 只差一颗地手 那个人就是轮回之主 你身上有炎天帝老祖道筒的气息 我们不会认错人 你一定就是轮回之主 是我们的拯救者 炎天帝老祖说过 轮回之主终有一天 会乘着天光 穿过戒海风暴 降临下来拯救我们 轮回之主 请你跟我们回炎魔神殿 执掌圣子权柄 炎天帝老祖的地手 我们也会供奉给你 只求你能将我们 从诡异苦海中拯救出来 他声音越来越激动 说到最后 甚至带着哭腔 似乎遭受过无尽的痛苦与折磨 只盼有人能够拯救 夜晨恍然 难怪这些炎魔 能认出自己的身份 他虽掩饰住轮回气息 但炎天帝的道统气息 天帝 天帝身等等 却被这些炎魔发现了 你们是炎天帝的后人 怎么在你们身上 竟连一点因果约缘都捕捉不到 夜晨皱眉问 言语一道 此事说来话长 轮回之主 请你跟我们回炎魔神殿一趟 你的一切疑问 都可以得到回答 闻言 夜晨沉阴不应 房间之外 打斗厮杀猛烈 刚刚的那个魁梧的炎魔战士 正与杜千锋缠斗 冲着房间这边喝道 羽衣 快带圣子离开 幽鬼神王马上就到了 没时间了 外面的战斗 炎魔站进上风 杀的幽鬼们这边 还有防守的能力 完全无法反击 但那炎魔战士 并没有多少喜悦 反而神色凝重 因为他觉察到 马上就有强者降临 他是我们大师兄 叫炎痴狂 炎羽衣向夜晨简单介绍一下 目光望向外面 眼眸野晨 隐隐掠过一丝担忧 似乎有危险降临 轮回之主 请你随我们离开 马上返回炎魔神殿 夜晨心念电传 他知道 要是跟炎羽衣走了 他的身份肯定会彻底暴露 惹来不测之祸 但可以肯定 炎羽衣没有说谎 他们的确是炎天帝的后裔 而且还保存着炎天帝的帝首 只要夜晨跟他们回去 就可以继承炎天帝的帝首 彻底补全道统 天火命星也可以得到滋养 进一步壮大 好 我跟你们走 电光火时间 夜晨盘算千律 很快做出决断 好 炎羽衣听到夜晨答应 顿时惊喜莫撞 激动万分 当即护送着夜晨出了房间 天女目光转动 想了想 也跟着出去 外面打斗还在持续 诸多炎魔人看到夜晨出来了 顿时发出震天的欢呼 带头的炎痴狂大喜 道 撤 快撤 带圣子回殿 命令落下 一众炎魔立即收兵霸斗 簇拥着夜晨往外飞去 夜晨眼神复杂 看了黎兆星 杜千锋等人一眼 陈夜凶 黎兆星健壮 顿时呆住了 他见夜晨跟着炎魔而去 看神情明显是自怨 并非被胁迫 这个陈夜是谁 他身份不简单 难道他居然就是炎魔神殿 预言中的圣子 杜千锋大势震动 一番战斗之下 他已经浑身是血 看着重炎魔簇拥夜晨离去 也已经无力追赶 第10636章 身份暴露 想不到轮回之主 居然降临到我鬼界 也不打一声招呼吗 老夫幽鬼们掌门幽鬼神王 可就恭迎轮回之主大驾了 就在夜晨快要离开的时候 一道冷漠深沉的声音 从星空深处响起 迅速传来 只见一个老者 缓缓降临下来 他须发揭白 却依然精神绝朔 眼神透露出 深不可测的智慧和威严 面容苍老而坚毅 仿佛历经万劫的存在 散发出一股强大神秘的力量 掌门 杜千锋和黎兆星等幽鬼们弟子 看到这个老者降临 顿时吃了一惊 慌忙躬身行礼 那老者正是幽鬼们的掌门 幽鬼神王 幽鬼神王一身黑袍 随风飘动 衣角中有一些淡淡的鬼火闪烁 散发着幽幽的光芒 他手持一柄黑色的幽鬼权杖 杖头刻着古老的符文 散发出阴冷的气息 每一步他迈出 星空都似乎颤抖一下 他的降临 让得整个星空陷入一种静默的氛围 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仿佛面对一个掌控生死的神明 不好 幽鬼神王来了 快走 快走 这老鬼 不坐镇山门 居然降临到这里 也不怕被异鬼偷家吗 叶尘身边 严斥狂 严羽一等研魔人 见到幽鬼神王降临 顿时震惊 急忙簇拥叶尘 加快速度撤退离开 一群研魔异鬼 来我幽鬼们的地盘抢人 胆子推大一些 真当我幽鬼们没人了 鬼道大天骤 开 幽鬼神王呵呵冷笑 手中黑暗权挥动 狂暴的鬼气爆发而出 竟是瞬间弥漫星空 遮蔽还宇 化作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结界 嘎嘎 结结 在这个结界之中 数不清的怨灵 恶鬼 猛鬼 战魂 修罗 僵尸 飞天夜叉等等鬼物 呼啸着冲杀而出 向着夜晨等人暴杀而去 保护圣子 严斥狂大叫一声 指挥手下研魔保护夜晨 但 幽鬼神王所召唤的鬼物 数量太多 而且十分凶残 瞬间就将在场的炎魔 打得溃不成军 撤 快走 严斥狂见识不妙 指挥众人撤退离开 众人四散奔走 且战且退 分散逃离 严羽一拉着夜晨的手臂 往外逃去 天女跟随在旁边 哼 幽鬼神王目光锐利 精准看到了夜晨的所在 左手袖袍一扶 袖里飞出一条黑幽幽的飞剑 贯穿星空而去 是 飞剑速度极快 一下子 迅疾刺杀到夜晨后背 夜晨侧身一躲 却听扑斥一声 飞剑往前击刺 穿透了严羽一的身躯 从后背透入 前胸突出 剑肩上染着血丝 严羽一身躯抽搐一下 回头望了一眼 眼瞳光芒迅速暗淡下去 整具身躯 在幽鬼神王的飞剑杀器下 化作了截灰 不 夜晨脸色大变 只见那飞剑分光画影 画出数十条剑影 痴痴作响 围城剑阵 将夜晨和天女封锁住 一众炎魔人见到夜晨被留下 顿时大痛 但幽鬼神王实力强横 他们无法对抗 留下抗争 也只有死路一条 只得黯然撤退 很快 炎魔人在付出数百人的死伤后 就撤退得一干二净 夜晨和天女 被剑阵封锁在星空之中 战斗落幕 杜千锋和黎兆星等人 心有余悸 幽鬼神王身躯晃了晃 身影变得朦朦胧胧 原来他居然不是真身 只是一道投影 幸好逼退了那些炎魔 不然再持续下去 我这道投影 可就撑不住了 幽鬼神王颇有些庆幸地笑了笑 他的真身要坐镇山门 防止异鬼袭击 自然是不能轻易出外的 此番降临下来的 只是他的一道投影 这老家伙实诈 天女顿时震动 心里又后悔 要是炎魔们肯在坚持片刻 那就轮不到幽鬼神王嚣张了 毕竟他只是一道投影 力量非常有限 夜晨脸色一沉 虽说幽鬼神王只是投影 但实力也不容小觑 此刻封禁着他的飞剑阵 气息相当丰锐 要是拼杀起来 他没有绝对的成算 轮回之主 差点就被你逃了 你落到我手里 真是鬼道祖师在天之灵保佑啊 幽鬼神王目光灼灼地盯着夜晨 眼里杀气森严 杜千锋和黎兆兴 听到夜晨的真实身份 竟是轮回之主 顿时呆住了 黎兆兴道 掌门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陈夜兄怎么会是轮回之主 幽鬼神王哼了一声 道 炎魔神殿大举来犯 就为了迎接他回去 你猜他是不是轮回之主 当年鬼道祖师 就是被他害死的 他可是我鬼族的宿敌 如果不是他见死不救 鬼道祖师怎么会死 闻言 夜晨目光一沉 看来幽鬼神王对自己有误会 也是以为他见死不救 不肯穿越时空 做事鬼道祖师被丑神杀死 第10637章 谁被蛊惑 但问题是 从现在穿越回到远古时代 而且还要修改时间线 改变鬼道祖师被杀的命运 哪里有这么容易 除非夜晨登顶天地 不然不可能做到 鬼族对他如此苛刻 实在没有道理 鬼道祖师 你的后人对我误会巨大 看来要你亲自现身出来解释 夜晨沟通轮回目的 暗暗说道 鬼道祖师露出迟疑之色 道 我不能直接现身 墓主 我如今只是一缕藏魂 要是贸然现身 沾染了大因果 我很可能承受不住 魂飞魄散 嗯 我的后人对你误会这么大 是因为受到丑神的蛊惑 扭曲了道心 丑神这丝 真是恐怖 连我肆无邪一脉 都能蛊惑 我先想的对策 墓主不必担心 若你无法解决眼前的困局 我可以借礼给你 鬼道祖师不便亲自现身 但要借礼给夜晨 还是可以的 先看看再说 夜晨目光闪动 倒是没有轻易借用 鬼道祖师的力量 鬼族对他存在误会 这背后 依然是丑神在捣鬼 丑神的蛊惑力量 强大到连私无邪一脉 都无法阻挡 幽鬼门上下 都属私无邪一脉 道心远比常人纯净 不染污秽 但他们 都被丑神扭曲了 对夜晨产生极大的仇恨 可见 丑神蛊惑人心的厉害 在幽鬼神王话音落下后 在场的幽鬼们弟子 面面相去 他们也从小听说 轮回之主 是害死鬼道祖师的 间接凶手 他们对轮回之主 也存在着仇恨 杜千锋目光一寒 握紧手中刀 盯着剑阵中的夜晨道 原来这小子 竟是轮回之主 难怪本事这么大 能穿越界海风暴过来 一旁的黎兆星 却是满脸荒急 道 掌门 杜师兄 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陈夜兄不是坏人 你们能感受到他的心思的 他没有恶意啊 肆无邪一脉到心纯净 心思十分敏锐 可以觉察到 别人的善意与恶意 所以 就算从小耳濡目染 听说轮回之主 是邪恶凶手 但黎兆星 还是很难相信 夜晨会是坏人 杜千锋哼了一声 道 师弟 此人可是轮回之主 要掩饰自己的恶念 那又有什么难的 黎兆星道 不是 不是的 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幽鬼神王鹤道 够了 兆星 你给我闭嘴 顿了顿 向杜千锋道 千锋 你先斩断轮回之主双臂 将他压戒回去 交给姊妹幽姬大人发落 幽鬼门并非鬼界的霸主 在上面 还有一个鬼咒圣地 幽鬼门 只是鬼咒圣地的附属势力 真正的霸主 是鬼咒圣地的主宰 其名为 姊妹幽姬 杜千锋拱手应道 是 掌门 他便彻刀在手 飞向剑阵 夜晨和天女 被幽鬼神王的剑阵封锁 实力与气息 被大打压制 牧主 需要我的力量吗 鬼道祖师见状 沉声叫道 只怕夜晨出事 夜晨咧了咧嘴 道 不用 我可以对付 他目光森严 看着杜千锋 杜千锋 跨入剑阵之中 本想立即向夜晨动手 但看到夜晨那冷冽的眼神 他心中一阵寒意 竟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止步不前 夜晨盯着他 又看了幽鬼神王一眼 啊 我的确便是轮回之主 你们对我的仇恨 只是因为被丑神蛊惑 我不怪你们 你们马上离开 给我点时间调查 我会解决所有的误解 他又向鬼道祖师沟通道 前辈 我大概感觉到 鬼界的地脉 可能存在有一处污染之源 这处污染之源 是丑神留下 就是那污染之源 扭曲了你鬼族后裔的道心 让他们天生就痛恨我 只要能解决那污染之源 我想 所有误会都可以冰尸 隐隐之间 夜晨已经捕捉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鬼界里面 可能有一个污染的源头 是一切罪恶的本源所在 只要解决掉那个污染源头 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哦 鬼道祖师有些意外 他并没有捕捉到什么污染源头的气息 但夜晨却有预感 夜晨的心思感应 已经在他之上 听到夜晨的话 杜千锋望向幽鬼神王 听他示下 幽鬼神王冷声道 什么丑神蛊惑 我肆无邪一脉 道心纯净如琉璃 不染尘埃 又有什么东西能蛊惑我们 一定是你小子信口雌黄 想逃脱审判罢了 你见死不救 见见害死了鬼道祖师 今天我便要替祖师爷报仇 千锋 把他双臂砍了 押回去交给姊妹幽基大人 他只是一道投影 刚刚镇压炎魔神殿的人 已经差不多耗尽力量 如今无法再压制夜晨 唯有让杜千锋出手 杜千锋心中一灵 目光也是凝炼起来 硬道 是 第10638章 真正的实力 他对夜晨有巨大的忌惮 看着夜晨冷峻的目光 心中止不住的畏缩 当下默默念叨 思无邪 心无伤 我心通明 灭杀一切敌 思无邪一脉专修道心 道心大成 念思无邪 可化解人世间的种种情欲煎熬 谈臣痴 愿增慧 懦弱畏惧 临阵不前等等 杜千锋默念咒语 激活思无邪血脉中的潜力 顿时双眼变得澄彻 再也没有一点畏惧之色 挥刀斩向夜晨 幽鬼烈焰刀 他一刀带着滚滚赤焰 破空向夜晨手臂斩去 要将夜晨双臂切断 夜晨受幽鬼神王剑阵压制 实力被大大限制 眼看杜千锋一刀斩来 顿时感到一阵窒息 不过这般局面 并没有真正难倒他 清廉道 摩耶之殿 开 夜晨一声爆喝 身上清廉道气爆发 施展大神通 顿时一座巨大的殿堂 以夜晨为中心 在场中展开 这座殿堂 是智慧的殿堂 是九半金莲之中 第三半金莲里的神通 代表着清廉道祖 昔日无上智慧的奥义 夜晨一施展 巨大的摩耶之殿 顿时如十字般展开 看起来就是一座真实存在的殿堂 并不是虚幻 这座摩耶之殿 外观恢弘而壮丽 展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气势 整体仿佛是纯白色的大理石建造而成 高耸入云 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峰 殿堂的正门上方 巨大的青莲花浮雕处立 散发出淡淡的神秘光芒 殿堂的墙壁上 雕刻着复杂精美的图案 刻画了古老的智慧传承 和神秘的道法奥义 每一道纹路都散发着浓郁的道气 仿佛在述说着千古的智慧和启迪 殿堂内部宽敞而富丽堂皇 中央是一座巨大的圆形祭坛 由华丽的宝石和珍贵的木材构成 夜晨就站在这座祭坛上面 宛如指掌着智慧的权柄 四周的柱子由青铜铸造 上面镶嵌着神秘的符文 隐约可见其中蕴含着 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每一根柱子都高大精致 支撑着整个殿堂 给人一种无坚不摧的感觉 咔嚓擦 随着摩叶之殿的展开 幽鬼神王部下的剑阵封锁 一瞬间被恢弘的智慧浪潮摧毁 碾碎 杜千锋持剑突杀而来的身躯 也被生生震退 根本无法靠近叶臣 开启摩叶之殿的叶臣 简直就是智慧的主宰 威严的象征 他的气势在急速飙升 而杜千锋的气息 却被压制了下去 摩叶之殿 智慧的殿堂 清联道祖的秘法 你怎么会 幽鬼神王见到这一幕 顿时大为震动 感到叶臣气息的可怕 这摩叶之殿 类似结界阵法 在殿堂之中 叶臣各方面能力大大提升 而敌人的能力就会下降 实力被压制 千锋 快退 幽鬼神王唯恐杜千锋出事 贺令道 我心如明镜 无畏无惧 死战不退 杜千锋目光灵力 虽被压制 但肆无邪血脉的潜力爆发起来 他心中也没有畏惧的意思 鬼道大天咒 猛鬼出笼 给我破 只见杜千锋一捏手绝 也开启了一个结界 乃是鬼道大结界 鬼气弥漫 从结界中爬出千百头猛鬼 咆哮呼啸 想向夜城冲杀过去 杜千锋是想用这个鬼道大天咒结界 破掉夜城的摩耶之殿 但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他的结界 光芒却是无比微弱 完全被夜城的殿堂压制住 那从结界中冲出的千百猛鬼 还没靠近夜城的身躯 就被殿堂四周 射出的一束束智慧光芒贯穿 痴痴作响 化作黑气溃散掉 什么 杜千锋大势震动 他实力已经到了天元境巅峰 没想到权力爆发之下 竟连夜城衣服都碰不到 召唤恶鬼 这种手段 我也会 浮鬼母巢 降临吧 夜城脸上露出冷酷的神色 大手一挥 灰红的智慧殿堂之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暗巢穴 下一刹 从那黑暗巢穴之中 一头头猛鬼嘶声嘻笑着 嘎嘎怪笑 暴冲而出 向着杜千锋冲去 杜千锋大害 急忙挥刀格挡 天元境巅峰的法则力量 竞数爆发 化作一条条天河般的痞练 呼啸斩出 将近身的恶鬼斩灭掉 但 夜城的浮鬼母巢 所召唤出的恶鬼 数量实在太多了 杜千锋杀不胜杀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大量恶鬼如黑暗浪潮般 直接将它淹没掉 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传出 眨眼间 杜千锋就被无数恶鬼撕成了碎片 尸骨无存 千锋 师兄 幽鬼神王和黎兆星无比震动 要知道 杜千锋可是幽鬼们的首席弟子 但在夜城手下 居然撑不过两招 就被撕碎灭杀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无比惊悚震害地看着夜城 这就是轮回之主的力量吗 如此强横的实力 年轻一辈之中 还有谁是夜城的敌手 第10639章 信仰的力量 夜城并没有在意众人的目光 心中暗暗沟通鬼道祖师 问道 前辈 那鬼道大天咒 是什么神通 怎么玄门鬼书上面没有记载 玄门鬼书 是鬼道祖师的毕生心血所创 里面记载了几乎所有的鬼道神通 但夜城并没有发现 鬼道大天咒的存在 鬼道祖师说道 鬼道大天咒 是一门召唤结界之类的神通 可以施展结界 召唤大量恶鬼助战 此法怨气极大 很容易被反噬伤身 只能肆无邪一脉修炼 牧主 你不适合修炼 所以我没记载到玄门鬼书之中 夜城呜了一声 目光转动 道 原来是怕伤身吗 我倒不怕 前辈 你传授给我便是 夜城看那鬼道大天咒 可召唤猛鬼 和他的浮鬼母巢差不多 浮鬼母巢结合起来 必可爆发恐怖的威力 在鬼界之中 鬼气缭绕 如果能掌握强大的鬼道秘法 解决问题 也可事半功倍 鬼道祖师摇摇头道 不可 你不是肆无邪一脉 不宜修炼鬼道大天咒 夜城想要再追问 却见幽鬼神王神色震动 大声叫道 撤 这轮回之主不好对付 随我回去禀报鬼咒圣地 他见夜城这么轻松 就解决掉了杜千锋 想着自己区区一道投影 断然不是夜城的敌手 当下也不敢恋战 手一挥就要带着手下弟子离开 众多幽鬼们的弟子 惶恐万分地飞顿离开 夜城并不阻拦 甚至 他要杀杜千锋 也只是为了自保 并非真的想杀人 如果以后能兵士误会 他倒是可以将杜千锋复活 他的敌人 并不是幽鬼们 也不是什么异鬼 而是丑神 丑神才是真正的敌人 鬼族对他误会偏见这么严重 都是丑神在捣鬼 这个世界 很可能隐藏着丑神留下的污染之源 只要将那污染源头解决 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陈夜兄 一道弱弱的声音 传到夜城耳朵里 那时黎兆星 幽鬼们众人都离开了 只有他还留在兴穷铁道上面 没有走 夜城沉默 和天女降落下去 黎兆星吞了吞口水 声音颤抖问 你 你真是轮回之主 夜城心中千头万绪 点头道 是 黎兆星满脸惶恐 道 你 你说我们误会了你 是被丑神蛊惑了 夜城道 是 你自己想想 鬼道祖师当年的死 能怪到我头上吗 黎兆星沉然不达 谈死两久 吞吞吐吐吐道 当年 当年鬼道祖师 对轮回无比尊崇 他受丑神追杀的时候 曾一度向轮回祈祷求救 可惜最后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长辈们 长辈们说 要么就是轮回之主冷酷无情 不肯穿越时空相救 要么就是他是一个废物 并没有逆转生死 掌控轮回的实力 不值得我们崇拜 总之 夜城无奈道 总之不管如何 错都在我身上 是吗 黎兆星沉默无言 夜城忍不住笑了 明明杀死鬼道祖师的人 是丑神 你们却怪到我头上了 真是讽刺啊 天女在旁说道 谁叫你是好人呢 怪丑神又有什么用 他们又打不过丑神 夜城也无话可说了 摇摇头 深吸一口气 才稍稍平复心情 向黎兆星道 罢了 我也不怪罪你们 丑神可能在鬼界留有一个污染之源 只要我们能解决掉那个污染之源 误会或许能解开 黎兆星正正出神 道 是吗 但 陈夜兄 我掌门师尊要抓你 要把你抓去鬼咒圣殿 要是你落到姊妹幽姬大人手里 真是怎么死都不知道 姊妹幽姬大人 对鬼道祖师十分忠诚 他对你的仇恨 更是猛烈 要是被他发现你 你就死定了 你 你现在离开 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要是再留在这里 只有死路一条 夜城脸色一沉 他难得来到鬼界 又岂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 正躊躇之际 却听轮回墓地之中 鬼道祖师说道 墓主 看来这诸多误会 还是得我亲自出面解决才行 夜城道 前辈 你不是说 你不方便现身 鬼道祖师终究只剩下一缕残魂 如果胡乱沾染大因果 他的魂魄承受不住 鬼道祖师身色许久 突然想到了什么 便道 我想到一个计策 不需要我真的亲自出面 夜城道 哦 什么计策 鬼道祖师道 你找到我的雕像 只有是有足够的信仰根基 我可以借助雕像显灵 等我显灵 或许能解决眼前的困局 夜城眼睛顿时一亮 鬼道祖师所说之法 借助雕像显灵 或许真能解决问题